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2日 今天的节目呢 我将跟大家继续探讨一下 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些情况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我们知道在全球出现了大爆发和大流行 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国内的疫情出现了一个突然的下降 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 中国国内的疫情完全是出现了零增长 或者个位数的增长 那么这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真相呢 很多人对中国的数据产生了质疑 有些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 认为完全造假 当然了也有些人认为 这个中国的疫情确实得到了控制 那么究竟真相是怎样呢 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也许就可以从这个例子当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再回想一下 2018年的时候呢 在中国呢 也发生了一场瘟疫 这场瘟疫呢 是猪瘟 而不是人瘟 当时猪瘟在2018年春夏之礁 开始爆发 也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 就爆发了 这个时候呢 当时最早有一个女性 一个女子 她在她的亲人和朋友圈里面 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说 最近不要去取猪肉 她这个消息发到了亲友群里面以后呢 结果呢 没想到被中共的公安和国保盯上了 几天以后呢 她就是被带走 被带走以后呢 公安国保啊 就开始对她进行 以寻衅滋事罪 给她拘捕 坐牢 并且呢 这时候中共的官媒呢 开始了辟谣 说根本不存在这么猪瘟 这完全要打击这些谣言 说这个完全是谣言 那么这个辟谣之后呢 这个老百姓呢 当然了 什么都不管了 就相信党 相信政府嘛 照样 马照跑 武照跳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与此同时 我们在国外的推特圈里面 经常看到这样的一类一些现象 就是 有各地啊 都在埋活猪 爆发了 说是这样的视频 某某神 某某事 又发现了猪瘟 将某些大量的活猪给掩埋 这种视频呢 其实在18年女子在微信圈里面吹哨以后呢 她完全 这种现象一直是存在的 一直有各地的这种 活猪被掩埋的这种视频和消息 传到海外 但是这个女子呢 其实她也是相当于是 珠瘟版的李文亮 她作为第一个吹哨人呢 她却在国内呢 被变成了一个造谣者 国内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呢 曾经呢 我自己呢 也打电话 给国内的亲人进行询问 我打电话给国内亲人进行询问的时候呢 国内亲人呢 也是丝毫不知道这些猪肉 猪瘟这个事情 他们更是不相信 说海外的消息也是不准的 可是 如果你真正的去细致的问 这些人 猪瘟有没有一些问题呢 可能有些国内的朋友会说 这个猪瘟 猪瘟味道没这么好 有点臭臭的 或者说有点气味 有点化学味道 或者有点问题 这也许就是猪瘟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征兆 事实上呢 在这个时候呢 中共完全隐瞒了猪瘟的真相 而在海外推特圈里面 我前面也讲过 经常有这种什么活猪被埋掉的视频传来 这就说明了一点 猪瘟是在中国 在18年 这个贸易战爆发以后呢 就已经开始爆发了 而且迅速的扩张 但是中共一直没有公布这个疫情 他一直想把这个疫情压下去 他再给自己打赌 压得过的话 老百姓永远不知道 并且他还强制的让猪肉价格下跌 可是最终的结果呢 在2019年的下半年 我们谁都知道 中国的猪肉价格暴涨 出现了30元50元 甚至100元一斤的天价猪肉 而且猪肉在很多地方都买不到 这个时候老百姓才觉得有问题 而这个时候呢 中国政府才遮遮掩掩的说 说是前段日子爆发了猪瘟 但是同时他说猪瘟已经被控制 那从这个数据可以 从这个猪瘟可以看出的 同样是瘟疫 中共处理瘟疫的 它都有类似性 我们可以看这个猪瘟 前期他是隐瞒 把这个吹哨人 猪瘟把李文亮这个女的位抓起来 然后辟谣 辟谣以后呢 就让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中国内部他知道猪瘟的爆发 所以一旦出现了猪瘟呢 他就偷偷的把这个活猪给摆掉 就内部他一直是在管控的 他也知道如果真正管控不住呢 那个猪瘟的真相还是可以被老百姓知道的 所以他是一边隐瞒一边管控 这就是他对猪瘟这个事情呢 当时他就在打赌 如果管控的过来 那么猪瘟永远不会被老百姓知道 但是如果管控失败了呢 所以他们承受不起这个代价 所以偏偏就是在打赌 疯狂的管控 同时封锁一切小事 但最终管控失败了 当大量猪都感染猪瘟的时候呢 中共可食用的猪呢 被活满掉的猪太多了 可食用的猪就太少了 这个时候猪肉价格爆涨 最终猪瘟可以说控制完全失败 这个时候中共才瞒不住了 反应在猪肉价格最终还是涨上去了 当然了 这个猪瘟让老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 非丧失了信心 但他毕竟是猪瘟 也不会是猪传人 所以 这种猪瘟 他是在猪里面的流感 老百姓可能觉得 只要猪肉价格稳定 就不再追究什么真相了 最终中共在美国那大量进口的美国猪肉 才稳住了这个猪肉价格 于是就把这个猪瘟的风波给平息下去 老百姓也不会去追究什么猪瘟的真相 因为这是猪的流感 也不会传给人嘛 可是这一回是人瘟 而不是猪瘟 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呢 中共恐怕 他也是想用猪瘟这种方式 进行一边管控 一边封杀疫情的消息 但是这里面一个问题来了 很多朋友他会这样去想 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呢 他是隐瞒的 但是最后大爆发的时候呢 他不得不开始公开真相了 那么按理说这是一个趋势 最终 现在全球也是大流行大爆发了 按理说 中共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倒回去重新开始隐瞒真相 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其实呢 反映出中共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选择 我们知道 武汉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确实希望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他肯定跟朱瘟最初爆发的事情 时的时候呢 一模一样 就把这个吹哨者给抓起来 只不过这个吹哨者是个男的 是李文亮 现在已经过世了 所以说 李文亮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代价 所以中共呢 他不管你怎么样 不惜一切代价 就要把这个 这个疫情给封锁起来 但是呢 他后期 他随着实际的推移 发现了 这个真相恐怕是瞒不住了 因为毕竟是人温 到处都喘开了 武汉已经岌岌可危了 所以他要给武汉的不得不封城 封城也就意味着 武汉的疫情已经完全失控 已经暴露于天下 他是隐瞒不住了 还有各个国家看着你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想到要么还是把数据公开算 当时他认为封城 可以彻底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疫情问题 所以他认为公开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而且他还认为 还幻想这个疫情跟SARS差不多 SARS最多的时候才七千多人 所以这回疫情应该也不会上万 所以这次疫情 他认为他的传染性 没有SARS那么强 这起初 当然起初还有假专家说什么造谣 说什么 用专家造假的方法说什么 不会人传人 总之呢 中共最初是希望 通过强力的控制 把疫情控制住 他也没有料到疫情 会彻底的失控 所以呢 当初他还是想 稍微改进一点这些舆论 把这个数据报上去 哪知道这个数据 一开始是几百人 几百例 武汉高分车的时候 是每天增加几百个 后面这几千个 上万个 这完全 他没有料到 可是时间不等人 春节就过了 复工 这个时间也就到了 如果本身那个春节期间 经济就开始停滞 如果再停缠下去 那么这个经济完全承受不了啊 中共经济本身就是 岌岌可危了 如果再这样的话 那不就是最后一颗稻草 那么好 中共这个时候 他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了 究竟是救经济 还是救人民的生命呢 这就像一个很简单道理 如果说经济垮了 老百姓肯定愿政府 但是如果瘟疫爆发了 难怪死再多人 老百姓都认为是天灾 他可以宣传 所以中共最终选择了 让老百姓强制复工 可是复工 一开始老百姓不愿意这么去复工啊 谁敢愿意去啊 疫情那么严重啊 当然了 他控制疫情数据嘛 他就可以把这个数据给造假了 归为零嘛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国的数据越来越少 这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可以说 我不能谈一下造假水分有多大 但是肯定是有大部分的可能性是造假的 后面加几个零的物质 那我们可以仔细想一下这个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吧 复工之前 也就是在春节期间 中共国的疫情每天还在大量的爆发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封城了 而且春节期间 老百姓也没有必要外出吧 这个时候疫情大量的爆发 可是为什么等复工以后 真正的人流来了 你也知道这个返城的人流有多大呢 非常大非常大 这么大的人流呢 他居然 说疫情得到了控制 到现在 这么多时间过去了 大家都已经放开了 居然说已经零增长了 个位数增长了 这大家从脑袋想象可能吗 显然不可能 这个传扬性这么强 你让老百姓都去复工 突然间 发现 这个疫情的数据就下来了 这是违背科学常识的 你这样人家幸福 你也要有个科学的解释嘛 所以他现在为了救经济 又开始出现 走从前那个隐瞒疫情的老路了 他又想自己自己赌一把 如果能继续压上去 那就压吧 而且 这一次跟朱温相比啊 他又多了一个借口 就是境外输入 他知道这个疫情最终可以扩散到世界各地了 所以他已经为第二次爆发做少了准备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对意大利 对伊朗这些国家 似乎没有 采取积极的禁航禁运措施 为什么 如果真的把他们这些国家进了 那么 他就找不到借口了 他故意不进 以后再次爆发的时候啊 就说这是境外输入 这是境外旅客带进来的 他其实已经 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对策了 只要国外在爆发 国内的这个数据 我可以控制起来 让老百姓误以为很少 所以这种情况下 好了 那么这种情况 老百姓就以为这些新增的病例都是境外输入了 以后你说不会大爆发吗 不会二次爆发呢 很有可能会再次瞒不住了二次爆发 实际上他可能从来都没停过 现在也在爆发 只不过我说的二次爆发是指 再一次瞒不住了把这个数据爆出来 但是他完全已经找到了二次爆发的另一样 就是说境外输入 这就是他的邪恶之处 现在还要把这个武汉肺炎病毒说成什么 国外带入的 美国军方带入的 这其实胡扯 他就是武汉肺炎 是武汉源于武汉 所以现在我们海外很多华人都不再把它叫做新冠肺炎 而是武汉肺炎 我们要牢记这个爆发底 源自于武汉 高度可能的陷入地 是武汉的PCE实验室 那么他这样做 究竟 对自己有利还有弊呢 让世界各地爆发 让自己的数据把它修改成零增长 说是 我们中国控制的好 就算以后中国再爆发了 也说是境外输入 这样做 从长期来看 对中共可以说致命的打击 跟它一点好处都没有 为什么 如果我们想想看 世界各地真的都爆发了 那么大家最终都会去站在一条线上去想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 这时候 世界各国基本上就把这个毛头全部指向中国国 全部指向了武汉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个病毒就从武汉来的 那么中共 这个丑陋的真相 在世界各地啊 在世界各国面前 完全是要板不住的 就是世界各国 都会把那个中共啊 作为一个敌人一样去看待 从战略上来说 对自己完全不利 但是短期上来说呢 或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 国内老百姓被洗脑被欺骗 说还是中国啊 中国好 中国一定零增长了 你看国外爆发不控制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这不会太长久 最致命的是经济啊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如果他疫情真的没有缓解 用这种假数据在做的话 那好 让大家去复工 但是经常会出现啊 感染了 感染了就医的 就医的他不说是这个新冠肺炎 给他确诊了普通肺炎 甚至普通流感 这个医院的负荷就承受不起啊 最近一段时间就已经爆发出很多网上视频 说重庆啊 好像一些武汉各地啊 湖北各地啊 出现了医院又开始重新排队的现象 这些重新排队很有可能是患新冠肺炎的患者在就医啊 但中共不会给他们确诊啊 那么随着这个疫情增长 好 中共就算说是零增长 那么生病的人会越来越多吧 那经济肯定不可能全马力的运转啊 很多工人肯定会生病回家吧 很多企业老板甚至生病 把企业给关掉吧 更致命的就是 如果全球大爆发以后 全球各国啊 对中共产生了敌意 将会对中共的这个商品贸易 出口啊 进行严厉的限制和打压和制裁 所以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如果美国再给了一点 他要求调查出 或者能够调查出这个武汉PACE实验室 或者是其他原因 反正是从中共国泄露的这个真相 那么对中共打厉更加致病了 如果被证为是生化武器的话 那就是战争级别的事情了 那就是可以爆发世界大战的这个程度了 这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他这个如果被证为是生化武器的话 那他对美国的伤害 那已经超越了911了 完全可以以这个理由发动世界 发动对中国国的战争了 但现在川普政府呢 目前我遗憾的是看到 他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事实上 川普在这次疫情的处理上 是不及格的 因为他多次夸赞习近平 他心里想的最多的是 不要让经济化 不要让股市跌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在说这种话 那么现在他已经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新增的病例 如果继续 增长 如果出现像 武汉 西班牙 意大利 伊朗这样的大流行的话 川普他一定是被葬送了连任的可能了 所以 川普他现在应该是非常着急 他如果继续下去了 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要么他彻底不要连任 但最大可能就是 他真的会对中共强硬 不会再跨习近平了 没那么蠢的 那么总体下来 我今天讲的这两个话题 已经说明一点 中共国他希望通过用 猪瘟的处理方式来处理武汉肺炎 把它压下去 因为为了经济嘛 同时呢 如果真的控制不住 出现了二次大爆发 实际上他一直在爆发 只是说这个二次大爆发 就是压不住的情况下 他已经做好了很好的准备 就是境外输入 但是这样真的国内老百姓 会相信吗 那只是相信一时 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崩溃 世界各国对中共国产生新的一种反省和敌意 真正致命的那就是经济 因为经济一垮 就算你疫情过去了 你中共的大厦也得倾倒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